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众只能在没有暖炉的黑暗之中度过冬季 为了解决缺电危机 中国只好改由其他国家购买煤炭 不过现在却传出中国买到的依旧是澳洲煤炭 综合媒体报导 澳洲煤炭公司Havenco在本月14号发表去年12月的季度报告 结果显示中国禁止澳洲煤炭进口 反而帮助了澳洲开辟其他国家市场 将煤炭改为卖到俄罗斯 印尼 南非 印度 巴基斯坦等国家 而中国为了补足澳洲煤炭的空缺 也改向这些国家进口煤炭 换句话来说 中国绕了一大圈 却依旧间接购买到不少澳洲煤炭 而且价格还更加昂贵 该公司的执行长弗林表示 中国经济制裁其实对澳洲煤炭销售影响不大 报导也指出中国市场向来占据澳洲 新宝港出口煤炭的20% 而在中国禁令之后市场以为出口数据会急速下跌 但去年12月的数据显示 相较于前一年下跌3%而已 煤炭总出口量依旧有1490万吨 业界分析员辛明顿表示 这反应面对中国贸易战 国际煤炭市场依旧可以非常快速 而且有效调节同时取得平衡 在此同时 中国依旧深陷缺炭危机 就连一线大城市也深受其害 机关单位被规定 气温必须低于摄氏3度才能开暖气 甚至有民众必须爬上十几层楼上班 而随着寒流来袭 煤炭价格也不断被哄抬 彭博日前曾经披露 中国正在考虑开放部分 滞留在中国港口的澳洲煤炭进口 由于目前来看 中国对澳洲实行禁令 等于是用石头砸自己的脚 但中国依旧嘴硬 去年底中国学者成红 将澳洲跟中国之间的贸易战爆发 归咎于澳洲外交政策缺乏独立性 遭到美国反华战略引导所致 香港星岛日报今天报导独家消息 目前正在监狱之中被关押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 他的父母跟弟弟目前已经离开香港 前往澳洲 报导指出黄之锋在2019年6月 因为包围警总案件 去年被判煽动以及组织非法集结罪成立 目前正在香港使必监狱服刑 而他的父亲黄伟明母亲吴秋妹跟弟弟 目前已经离开香港前往澳洲 目前关于这个消息 黄之锋跟其家人的脸书尚未证实 星岛日报记者透过whatsapp 联络黄伟明求证 不过他以不方便为理由拒绝回应 据了解黄之锋的父亲是在去年底左右 将自家住宅以低于市价一成左右的价格卖掉 根据星岛日报 香港实行国安法之后 除了掀弃移民潮之外 许多参与者纷纷卖房兑现 例如民主党副主席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 上个礼拜也以低于市价一成的金额 把房子卖掉 他向星岛日报表示 香港的政治寒冬还非常漫长 加上打官司要钱 要负担沉重的律师费用 以及他16岁的儿子打算到国外留学 因此为了家人生活费跟子女生活费 才决定把房子卖掉 不过他强调自己不会离开香港 而且他的旅行证件也已经被扣押 而上个礼拜同样有媒体报导 香港支联会主席兼工党副主席李卓任 卖出一套房子 价钱比市价低了5%到10% 遭到香港建制派抹黑认为这是他准备离开香港的前兆 对此李卓任向香港苹果表示 他是因为对香港前景缺乏信心 也相信随着移民潮出现 香港房价将会难以维持现有水平 因此才决定早一点把房子卖掉 他也表示接下来自己要面对四个官司 已经做好随时入狱的准备 不过他强调自己不会离开香港 爱尔兰跨国行动网络业者Digisale 由于出售在南太平洋四个国家 包括八部亚牛吉内亚 斐济 东加 萨摩亚行动网络业务 这个举动引起澳洲跟美国国家安全人员警觉 综合媒体报导 澳洲政府认为如果让中资企业拿下这四国的行动网络 中国电信业者可能会对澳洲在有地缘政治利益的南太平洋区域立足 并且足以监视澳洲对这些邻近国家 并且对澳洲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为了阻止这种情况发生 澳洲可能寄出许多举措 包括向其他非中资的竞标者提供补贴贷款 贷款担保 承保币货币风险 或是成为合资企业股权合作伙伴 报导指出 由于Digisale目前想要出售的业务价值大概不到11澳币 不过他们却开价21澳币 目前被认为出得起价钱又有意收购的可能就只有中国企业 包括华为 中芯通讯跟中国移动 不过业内消息人士表示 华为跟中芯不太可能会想要收购自己客户 而中国移动收购这四个国家 行动网络可能会有商业上面的利益 因此目前看来中国移动是最有可能的买家 而Digisale公司代表也向私募股全公司透露 确实有中国企业有意收购南太平洋四国资金 消息人士也对澳洲金融时报评论 如果澳洲政府不迅速采取行动 阻止中芯企业收购Digisale公司位于太平洋的资产 那么鼓励太平洋国家抵制中共的战略就会失败 因为Digisale公司太平洋资产的买家 不仅可以控制该地区3G移动电话网络 还可以揭入海底电缆 并可以从该地区的金融服务机构获取数据 澳洲战略策略研究所国际网络研究政策中心 汉森也表示 对澳洲来说这些网络提供的不仅仅是电信服务 还可以在极端情况之下让澳洲社会整个停摆 去年2月1号为了防毒疫情蔓延 澳洲对全球关闭边境 而如今澳洲封关即将满一年 当初建议澳洲总理莫尼森封关的时任首席医官 如今已经升任卫生部次长的莫菲接受访问时表示 新的一年尽管疫苗接种计划即将开跑 但澳洲依旧不太可能向旅客开放古籍边境 综合媒体报导 莫菲18号在澳洲广播公司ABC受访的时候表示 他认为今年大部分时间 澳洲依旧将进行严格的边境管制 即使有多数人接种疫苗 但是却不知道疫苗是否可以有效遏止病毒散布 因此他认为隔离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据了解自从2020年3月以来 澳洲编队国外旅客大致关闭边境 以防止疫情蔓延 每个礼拜仅允许人数有限的公民跟家属返国 目前依旧有数以万计的澳洲人滞留在海外 而返国旅客则需要花费大概3000澳币 支付在旅馆隔离14天的费用 报导指出澳洲已经确保取得辉瑞药厂跟德国生物技术公司 还有牛津大学跟阿斯特杰利康药厂研发的两款疫苗 施打时辰目前定在今年2月下行 但目前还在等待澳洲医疗监管局的批准 澳洲当局拒绝加快程序以便有更多时间监管批准 在此同时澳洲网球公开赛将在2月8号到21号举行 不过本月18号包机乘客再次增加了4名确诊 其中一个人还是球员 目前为止已经由3架包机传出确诊累计供酒力 为了避免疫情扩大 3架包机上面72名球员都被视为密切接触者 必须待在饭店隔离14天不得外出信念 这也使得有些球员在社群媒体上面抱怨自己当前处境 间接引发许多争议 例如地主球员汤米奇跟他的美艳女友希拉一同隔离在饭店 希拉在IG上面抱怨自己不好意思在男朋友面前上厕所 他还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自己洗过头发 以往都是有美髮师处理的 这段话却遭到外界抛轰他荒谬可笑 而世界球员乔克维奇也向奥威网提出六大诉求 包括减少球员在饭店隔离总天数 同意神手们会见教练或是体能训练师 不过却都遭到官方拒绝 维多利亚州州长安德鲁斯强调 不会为了球员特别松棒严格的防疫规定 他表示病毒不会给你特殊待遇 我们也一样 此外中国女网星星王西域 在搭乘包机之前前往澳洲之前 核酸检测就已经出现阳性 目前已经宣布退出今年澳洲网球公开赛 不过澳洲网球协会执行这样体力 17号依旧表示比赛会如期开打 2020年对全球来说都是难熬的一年 而澳洲更是同时受到疫情 以及中澳贸易战夹击 不过澳洲的勤快技师事务所 经济学家克里斯·底查森 对新的一年抱持热观看法 并且提出2021年澳洲经济将出现的五大变化 根据澳洲ABC新闻 首先是国际航班将会恢复 将学生跟游客们带回澳洲 理查森预计 备受关注的澳洲跟新加坡旅行泡泡 最终将会扩大 先是扩大到新西兰 再扩大到全世界 让澳洲的中国旅客 可以再次出现大幅度的增加 同时国际留学生也会跟着回到澳洲 根据了解在疫情发生之前 国际留学生每年给澳洲经济带来的价值 大概为376亿澳币 而其次是失业率将会缓慢的下降 理查森认为澳洲是2021年全球仅有五个 完全有能力处理疫情的国家之一 其他四个国家分别为台湾 中国 越南 澳洲失业率一度攀升到7.5% 不过他表示随着疫苗上市 澳洲经济跟就业市场就会开始苏醒 预计2023年中期失业率将会回落到5.5% 尽管非常缓慢 但他认为澳洲失业率 至少没有像一开始预期的那样高达二位数 他还提到中澳之间的贸易战 至少到目前为止 反而增加澳洲的国民收入 第三是制造业将会缓慢增加 由于疫情切断全球供应链 让仰奈制造业的澳洲大受打击 但澳洲政府目前已经确定 六个全国性的制造业重点 涵盖资源技术跟关键矿物加工 食品饮料 医疗产品 清洁能源跟回收 国防以及太空 接下来澳洲将会跟东南亚国家加强合作 理查森认为澳洲在这场斗争之中并不孤独 同时他也提到全球制造业在中国占据的比例 将会越来越少 第四是经济复苏的程度会很大 在理查森看来 正如维州经济复苏超出许多人预期一样 他认为澳洲从疫情导致的衰退之中 复苏的程度也会超出预期 他表示经济衰退意味着失业的人可以再次就业 衰退的程度越大 复苏的程度就会越大 不过最后一点 理查森也表示 全球跟澳洲本地的利率还会被牢牢拴死好几年 受到疫情影响 澳洲联邦储并银行 在去年将官方现金利率压低至0.1% 降息加上刺激政府支出 不会再成为未来避免经济衰退的现象 他认为这也代表政府的财政预算 必须比过去更加灵活